你看你挺懒的,新年式主持人,不比赛 哦,明白了 然后,现在,我们现在就要教你,你怎么去赢张继柯 因为我们也没看见你打过比赛,对吧 你想赢中国的张继柯,我告诉你怎么赢 你永远不丢你就赢了 打他接不着那地方 不,你这个球永远上台,你肯定能赢 你跟他大战五百回合 我归最后你肯定是你胜利 因为你的,不,你的耐力好 巴达马人一般耐力都还是一个 你稍微跟他说话要哭你 你自己说话 他不用说了 他一说的话,老公我们谈论那个比分也挺别的 对谈论比分 我觉得,我觉得 开始的时候,开始打比赛的时候 我8比0领先,我觉得已经赢不了了 你8比0领先赢不了,一共打七分呢 你一共比分都货了,一共七分,你8比0领先 不好说,不好说 不好说 马龙给他是上脸 他接不上的比赛 我说是提高名声率 他有个横批在等下一个 你不知道谁要出一个横批 横批哪个 没有,他说接他打不着 我说提高名声率 能听你基本你赢吧 我会问你,我怎么可以赢你啊 我能给你资的招就是你永远上球台就行吧 我可以赢你啊 每个球都上球台就可以 自己多少球可出 二楼也不能乱 这个都是世界一流的 金康球运动员 他们的建议 对奥马尔来说 有没有用呢 我是拿这个还是拿那个 你拿小板吧 小板的话 你拿这个吧 你拿这个 我拿小板吧 我硬不了 小板会好一点 估计硬不了 小板这样的话 大家会更公平一点 好的好的 好吧 小板吧 好 现在比赛开始 五分球 你争取赢到两分 可以 好 加油 比赛开始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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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关键 你虽然不背 没关系 他没有多大力量 你不用往后躲 现在找你 一颗 用这个小板 还是有一点影响 但是二比二了 比方 非常胶着 在世界级的大赛里 张景哥在比赛中 很少一致 防守状态 奥马尔 你可要抓住机会啊 这球非常精彩 现在比赛已经进入高潮了啊 高潮 现在大比分试 你不说 不是让你大战五百回合吗 打得不错 完成任务 赢了两个 可以可以 还不错 因为第一次跟他这种比赛 总体来讲 水平肯定不如我 肯定会 还是 怎么说呢 希望他能够 在后面这种日子里 能够在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 还能够多提高 然后有什么这种问题 也可以主动问我 我也会 去教给他 所以他今天应该穿我短袖的 我上次给他短袖的 没穿 认个哥哥吧 中国的哥哥就 认个师傅啊 认师傅 大哥师傅 当然 好 师傅是我的老师 你知道中国人 怎么办师傅吗 你要单膝过一地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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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懂什么意思吗 安孔 安孔 好的 三七科是你师傅 他是他的兄弟 好的 我是你的 变相 哥哥 不是哥哥 叔叔 叔叔 安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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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二三 dij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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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 润 一些 二�� vin 感谢观看